大家好,现在非议泰国也是一项罪名的 大家真不要掉以轻心 以为这个事情跟自己无关 昨天发生的这一起事件 我觉得是最近以来 在我看来最重大的一个事件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从此以后非议泰国 在泰国就成了一项罪名了 大家不要以为自己不是视频作者 不是YouTuber 不是什么Vlogger之类的 就跟自己没关系 你在任何社交账号发表的内容 泰国认为对泰国的形象不利 影响了泰国的旅游业 那你可能要遭遇麻烦 我们来先看一下最近发生的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泰国媒体Cossock English 就是说泰国政府警告 外国的视频内容创作者 发表了不真实的内容 影响了泰国的旅游业 将遭到调查 遭到法律的处理 接下来在曼谷邮报上面的那篇文章 有一位中国妇女 因为她的视频里面认为 在那个Soy La La 这是曼谷的著名的红灯区 在这个街道往上行走 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因为这个视频而遭到了警察的调查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这个中国的妇女 她是在抖音上面 发表了关于那个La La的步行街 上面的一篇一个视频 就是表达了在曼谷晚上 街上行走的人生安全 这个视频是发布在12月5号 晚上11点30分 就是午夜10分 被很多人认为是败坏了泰国的旅游形象 让大家以为泰国是不安全的一个国家 由此她遭到了调查 并且把她的姓名 年龄 以及她持有的签证都公之于众了 有点失重的意思了 我觉得这种做法 还是有点欠妥吧 因为她现在也是最多也就是一个嫌疑人 并且她到底违反了泰国的哪一条法律 现在也没有明说 因为调查她的现在只是移民局而已 就把她的个人信息 现在在媒体上面公布 我觉得是一种不太尊重的一种行为 是一位28岁的中国女性 她持有的是基因签证 还是持有的基因签证呢 她承认这个视频是她发布的 但是她否认她这个视频的目的 是为了败坏泰国的声誉 这位妇女辩称 她仅仅是想提醒外国人 作为单身女性 晚上出现在泰国的一些特定的区域 是一件不安全的事情 接下来这一段的话 我觉得她的信息量是很大的 根据调查 开始就有一个疑问 你既然认为她非法 那应该是警察来进行调查 但是不是 是移民局把她叫过去了 后来移民局来调查外国人 那肯定就是一调查一个准 这位妇女她涉嫌存在什么问题 就是在leave streaming to sell goods online 也就是说是直播卖货 因为这是很多中国人都做的事情 现在看来的话 哪怕你持有金链 你在泰国直播卖货 都是非法的 你不要以为你是在中国的抖音平台上面 卖中国的货给中国人 就以为这个事情跟泰国无关 你只要人是在泰国 都会被认为你是非法工作 违反了泰国的劳动法 大家可以扪心之问 我是没有直播卖过货 但是我知道大多数 只要是做抖音的 做那种视频的博主 都干过这种事情 也就意味着 他们实际上在泰国已经违法了 那接下来 他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的后果 可能他的签证会被雕销 会被驱逐出境 然后会进入泰国的黑名单 以后在一定年限之内是进入的 或者是终身进入的 这就是他面临的一个惩罚 并且有可能也会遭到 一些其他的法律的起诉 所以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我真的是后级被发凉 看来我以前的认知 真的是太傻太天真的 因为我以前的一些视频内容 也有很多在泰国的中国人 在威胁我 说是要举报我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非常的淡定 我仍旧在泰国 我天天都是坐等泰国的警察上门 我为什么有这个自信 主要是两点 第一的话 就是我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事情 要不然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要不然就是 发布在泰国主流媒体上面的事情 只是中国人不知道而已 实际上泰国人和欧美老外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中国人就认为你大力不到 你是在抹黑泰国 很多人他就是肉身出了国 但是他的脑子还是在国内 所以说你批评泰国就是不行 就是在黑泰国 大家也知道我的视频内容的风格 就是我会把我的消息来源 也一并公布在里面 大家可以查得到的 这是我的第一个底气 第二个底气的话 我知道泰国的法律还是能保证这方面的权利的 你只要是不去议论泰国的往死 都是没事的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 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次 因为你发表的言论影响了泰国的声誉 或者是影响了泰国的旅游 你一样会遭遇法律的麻烦 也就是从此以后的话 在泰国真的是要谨言盛行的 以我以前的言论 比如说像这个视频博主 他认为在泰国拉拉街 晚上一个单身女性行走不安全 实际上我以前也讲过同样的话 类似的话 我记得我的说法的话 就是说我一般到了晚上天黑了 我就不出门 因为我觉得不太安全 我的依据是什么 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有这样担心也是很正常的 前段时间发生了很多 针对中国人的绑架案 我有这样的担心难道错了吗 我有这样担心我表达出来 当然他也可以理解为我影响了泰国的旅游生意 抹黑了泰国 以此为理由来调查我 让我陷入法律的麻烦 我向谁去梭理 所以说以后的话 大家真的要小心 这个不仅仅是视频作者 其实任何一个人 任何 大家自己想一想 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交账号 都会发表一些言论 随上这些东西传播出去了以后 他认为你影响了泰国的形象 那也有可能遭到的调查 当然你如果是人在泰国的话 那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可能你会说 因为这个中国的 大家也说他是一个女网红 我也没看过他的账号 他发表的确实是一些不实的一些内容 因为我没看到他这个视频的内容 但是从大家的描述中 他确实存在有点夸大其词 因为他穿的比较暴露性感 然后晚上12点钟 到了那那街 大家都知道那那家是著名的那个红灯区 就有点像巴提亚的那个海滨路 巴提亚海滩 你如果到了晚上 你穿着暴露 站在椰子树下 那周围经过的老外 肯定也会搭讪 因为就认为你是一个风月场所的一个女性 然后这位中国的女网红就认为不安全 确实有点小题大做 有点夸张 我觉得确实有点夸张 但是这仅仅只是这一起案例而已 因为有了这个先例了以后 有了这个帽子 你败坏了泰国的旅游形象 那这个帽子以后 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场景可以用了 很多场景都可以使用了 并且有很多事情 不是说那么容易就能够马上判断那个是非取值了 比如说最近看到新闻 就是在今年年初一月份 泰国刚刚开放旅游的时候 有一起轰动泰国的 也是华人圈也非常轰动的一起事件 就是台湾一个女演员到泰国来旅游 也是深夜从酒吧出来 然后遇到警察的林检 结果在他的包里面 据警察声称 在他包里面发现了在泰国是违禁品的 就是那个电子烟 然后后来警察就向他们勒索了几万泰铢 了事这个事情 后来这个台湾女演员发布的社交媒体里面 Instagram 他不是发表在什么抖音 或者是什么头条 或者是油管 他是发表Instagram 相当于我们这边朋友圈之类的 结果这个事情后来被泰国媒体曝光了 这个事件就发酵了 大家现在已经水落石出了 就在上个月泰国法院已经宣判了 涉事的市民警察都分别被判了五年的监禁 也就是说终于还了台湾女演员的一个公道 但是大家有没有闷心之问 当时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当时特别是中文社交媒体 一边倒的 认为这个女演员是在撒谎 他就是为了想出名想哄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老是这样子 一个事情出来 他不是判断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 他而是来判断这个人 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就是先入为主的来判断的 就盖棺定论的 因为这位女演员他名气也不大 平时衣着也很暴露 那天晚上又是从酒吧出来 深更半夜的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就认为他行为不端 就认为这样的人肯定就是在污蔑 泰国的警察怎么样 幸好当时是因为那个粗威 就是喜悦大王爆料 说他掌握的确切的证据 最后警察不得不承认 他们当时确实是收了钱 最终这个事情才打百于天下 你想想如果不是粗威的那种出手相助 那当时出现这种情况 那那个台湾女演员 极有可能遭遇法律上的麻烦 因为他就制造了泰国的一个丑闻 影响了泰国的形象 影响了泰国的旅游业 那是不是就应该遭到的调查 所以说有很多事情 不是说大家想象的 能不能容易判断 如果这样的话 那一个国家有警察就行了 就用不着设立什么法院检察官 什么律师 还有什么上述法庭 巡回法庭 搞那么复杂干嘛呢 就直接警察 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动画片 那个黑猫警长 黑猫抓的那肯定就是坏蛋 世界真的是这么黑白清晰的话 那咱们还要那些法律系统 几百年的那个法律传统干嘛呢 所以说 大家不要把那个事情想的那么简单 以后的话 你可能遇到其他的方面的问题 你抱怨一下 都有可能遭遇麻烦 实际上以前 澳洲大叔也跟我讲过一个事情 就是说有一个老外当时到泰国来旅游 他住了一个Airbnb 感觉不太好 然后也是在社交媒体上面 发表了一通意见嘛 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结果就被那个主人看到了啊 那个主人马上到法院去起诉他 这个老外就走不了了啊 他必须等待法院开庭啊 经过了法院的审理以后 然后才能离境 这个事情到底结果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啊 当然给那个老外造成的麻烦啊 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啊 有了这个先例啊 有了这顶帽子 以后在什么场合都可以用 大家以后到泰国镇呢 不管你是长居还是旅游啊 大家都要几年深寻啊 特别是你有社交账号啊 你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面 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啊 大家以后是真的要小心的啊 包括我自己啊 以后我肯定也不敢随便啊 随便妄议啊 妄议泰国啊 不敢妄议泰国了 好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